早点长得好像毕竟还满港 但是今天怎么回事 机车调发多一点 对当时跟机车有点差状 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就通知警察 也通知消防队 也很庆幸那两位 那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没有大碍 在医院检查一下就回家休息了 那个中午的车祸啊 那个伤势大概怎么样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 就是没有大碍 到医院检查一下就回家休息了 我脸书上都有说明了 谢谢 我们在10月8号 在南部我们竞选总部 也会有一场造势 10月22号北区 对还有10月22号北区 8号南区 20号北区 请大家一起来加油 替我们加油